什么技能可以这么霸道 站着不动就将敌方团练 该技能就是高级反阵 拥有该技能的召唤兽被打时 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几率反弹自己受到了一半伤害 比如你有高反别人砍你一千几 那他也要掉五百 并且还有克制连击的作用 很多人只是把他当作预防连击使用的被动技能 其实有时候他是高攻物理单位的恶梦 老王的四千伤大唐就由此遭遇 此时老王的四千伤大唐正在沙花圣旧 老王此时心态极度膨胀 这么高端的大唐沙花圣旧 他自认为装插的时候到了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你搞偷袭 我大意了啊 我第四刀都马上破万了 我镇死了 这便是高反的奇妙之处 那么花果山的当头一棒 遇到高反会怎么样呢 谁又能想到一个如此高端的花果山 会被一个小怪送进地府呢 经过前期的酝酿 打斗场面来到关键的时刻 此时花果山试图用当头一棒了解对面的骷髅怪 175级花果山竟被骷髅怪一个反阵送走了 如果高反再配上高神的话 有时候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奇效 接下来发生的萤幕 是一个宝宝靠这两个技能绝处缝生的逆天改名 站着不动就扭转了兵临团灭的战局 此时关战坊紧生这只死血的狂暴 他就是本视频的秀儿 在这么极端的形势下 居然能翻盘 接下来就看看这只狂暴 是如何用反阵加高神创造奇迹的吧 关战坊失陀一轮殷击后 还是被对面的狂暴反阵死了 此时在对战坊看来 应该胜权在握了吧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对面失陀第一刀砍过来直接神诱 第二刀自己就倒地了 紧接着第二个失陀使出了连环机 没想到狂暴在撕血时刻又神诱了 随后还把对面失陀反阵死 对面狂暴试图补刀 却送来了一个善暴 此时对面恼火了 就是不摇铃铛跟这只狂暴死磕到底 对面失陀拉起来 对着狂暴就使出连环机 然而倒地的却是自己 此时对面四个疏出全倒在狂暴的脚下 对面直接心动了 问这只宝宝脉步 对面失陀拉起来后 试图再次对狂暴发起攻击 然而倒地的又是自己 此时对面大势已去 最终 这只狂暴仅用两个技能 就把兵临团灭的队伍成功逆风翻盘